第一節就說 你們要追求愛 也要切目屬靈的恩賜 追求的意思就是要捕捉 像老鼠 被捕捉了一樣 所以它是一種非常非常主動的 昨天提到要 追求愛 那也要切目 切目就是靈裡面有一個 飢渴 可目 也就是說呢 不僅要追求愛 也要 也就是都要 要補足 補足這一切補足屬靈的恩賜 那其實呢 哥林多教會的人 他們其實應該不缺乏恩賜 因為他們是非常有恩賜的教會 可是保羅還要特別的跟他們 分享有關於恩賜 保羅就像一個爸爸一樣很細心的在 教他們 所以他說要追求愛也要切目屬靈的恩賜 然後更要羨慕其中 其中就是這些恩賜當中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做 先知講道 也就是他們呢 很多會講方言的 可是 保羅更多的鼓勵他們 要追求 要什麼 追求要做先知講道 其實我常常在聽 牧師的講道的時候 我心裡其實都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牧師的講道 和一般牧者的講道有點不太一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出來 牧師的講道 裡面有一份爸爸的愛 牧師的講道呢 其實我感受得到 牧師都會先來問神 說 弟兄姊妹他們現在要什麼對他們最好 所以對於要講什麼的時候 那就是一份愛 也就是說 我講的不是我想要講的 我不是針對我能講的 我想要講的 可能弟兄姊妹要的 牧師在預備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講道的人 在預備的時候 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要花很久的時間 可是基於弟兄姊妹 所需要的 可以造就安慰 鼓勵 幫助的 所以 我就感受到牧師那份 為父的愛 就好像 一個家 一個家誰來供應食物 爸爸跟媽媽 爸爸媽媽要供應好物品 供應好餐點來餵養孩子 我看到牧師師母他們在供應跟餵養 就是一個爸爸媽媽的心 不管是在 一般我們在牧養的時候 在面對面的牧養的時候 或者是在主日的 講台的信息的分享 都是關於要先尋求神 尋求神就跟什麼有關 跟先知 先知就是要來尋求神說 神啊要講什麼 神啊要怎麼講 神啊需要什麼 所以那是需要有一段 跟神的時間的禱告 跟尋求 然後呢 把這個話語 就是說 帶下來可以餵養弟兄姊妹 所以他是一個先知講道 就是說這個講道 講道他本身不是只講一個道 而是 需要怎麼樣 要知道怎麼樣來講 可以 造就 安慰 鼓勵 可以勸勉人的 這樣的話語 然後可以激勵大家 然後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神正要提升我們 正要看的事情 牧師的講道就是帶下神的 心意的講道 我不曉得你們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但是我自己每一次在聽的時候 不管我聽能夠聽懂多少 但是我在聽的過程我就可以聽到一份為父的愛 跟一份他再怎麼樣來尋求神 所帶下來的那個餵養的心意 所以這是先知性的講道 那所以保羅呢他鼓勵 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 你們要追求先知講道喔 所以他就開始講 關於方言 跟先知講道 到底呢 這樣的恩賜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所以他就開始從第1節到第11節開始說 方言呢第一個 他不是對人說的 乃是對神說的 第二個我們在方言禱告的時候 靈裡面心裡面是在講什麼 講各樣的奧秘 也就是我們所不明白的 但是他已經在靈裡面 各樣的奧秘裡 方言禱告第3個是造就自己 也就是對我們個人本身是非常有幫助 所以可見哥林多教會的人應該會很喜歡 方言禱告的 因為他可以造就自己 那第4呢保羅說我願你們都說方言 可是更願你們都說方言 也就是說保羅是鼓勵哥林多的 信徒呢是可以多說方言的 還有第5個 方言需要翻出來 方言對我們個人有造就但是 保羅在鼓勵大家怎麼樣把焦點集中在教會 怎麼樣我們的恩賜是對教會有幫助的 所以若方言 可以翻出來就可以造就教會 第6個他說 他說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靈的禱告 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 也就是方言禱告的時候其實我們的理性不會思考了 我們大概就在一個靈裡面的禱告裡面 所以悟性沒有果效 保羅又說他的 方言禱告是多過於大家的 也就是說他非常的看重方言禱告 他其實也鼓勵大家可以 方言禱告所以他說我感謝神 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 還要多 最後他引導到哪裡 引導到 我們的心智裡面 不要做 孩子 我們的心智裡面呢 要做 大人 所以這是方言禱告 那關於呢 先知 講道呢 先知講道他就說這個 先知講道是對人說的 那對人說要怎麼說呢 要講 造就 安慰跟勸勉人的話 那第2個呢 這個先知講道他是造就教會的 然後第3個 先知講道呢他說我願你們做先知講道 然後第4個呢他說做先知講道的 就比什麼方言還要強 也就是說他是有一個次序的 方言是恩次裡面最小的一個 所以他還鼓勵我們說什麼他說呢 弟兄姊妹要把眼目呢 從自己的焦點 轉而向什麼 教會 所以接下來呢他就講道從 26節他就講道所以呢這個恩次的運用 是要有次序的 次序就是說 我們大家在運用恩次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的彼此順服 如果都是同樣領受神所說的 那應該都會有一致的方向 雖然領受的不一樣但是方向會一樣的 最後講到婦女不要在會中講道也就是說呢 婦女呢在教會當中呢 會想要讓大家覺得自己很厲害 或者是很多的 發表言論 以至於呢程序不能夠往前進行 所以保羅需要細細的教導 我覺得約爾呢我們教會其實也是一個恩次蠻多的一個教會 我看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有恩次 那可是其實保羅有提到說 雖然我們都有恩次但是生命裡面的成熟 當我們生命裡面越發的成熟的時候 我們所運用出來的恩次 我們會 造就人 我們會在一個教會的一個 遮蓋裡面然後有次序 約爾的特色就是團隊服飾 團隊服飾呢就能夠帶出肢體 大家不同的特質 所彼此配搭的那個美好 所以每一次每當我們要出去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們每一次在服飾人的時候 只要是團隊在一個彼此的配搭當中 就會看出那不是我所做的 那是神所做而且會帶下什麼 帶下自由 也就是當我們在 方言禱告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會覺得別人怎麼看我們方言禱告 我們的方言禱告是我們對神的靈的可慕 我們在靈的裡面我們在聖靈裡我們追求我們可慕 我們方言禱告我們渴望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在禱告會當中的時候我們就會 很多的方言禱告 牧師會帶我們這樣的來追求 那所以我們彼此的 就是說一起團隊 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 我們可以自由彼此配搭然後 更多的可慕聖靈然後透過愛來服侍人 我覺得這也是神給約爾的一個特質 然後我們在當中彼此享受彼此 在恩賜彼此配搭上的美好 Amen 所以我們就來禱告 我們為約爾的弟兄姊妹來禱告我們是一個團隊的教會 是一個團體 我們是一個團隊彼此配搭的教會 現在呢當我們走出去的時候不管是仿角石的團隊 或者是 各小組 有一個外展 或者是說 我們現在還有高一 就是說進到校園 或者是我們很多的 福音中心的 或者是 我們還會有 8月的短宣到台東的一支短宣 那還會 也許還會有其他的短宣 那也就是當我們或者是小組 我們在各樣的屬靈恩賜上面 主啊在我們眾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 主啊我們都有不同的恩賜 主我們可以彼此互相的配搭 主啊我們不敢是說方言的是做先知性預言 做先知性講道的 主啊各個不同的部分 主我們都能夠在肢體裡面 主啊我們緊緊的連結 主我們謝謝你 主要你讓約爾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也像是一個肢體 主啊在肢體裡面 我們彼此互相的扶持 主要讓你的愛 天天澆灌在我們每個弟兄姊妹的身上 主我們謝謝你 聽我們禱告奉耶穌的名 Amen